大家好 歡迎回到汪響編輯部的小青汪新聞節目時段 今次有我許嬸 另外還有我們的易德台樣 大家好 請記得幫助按讚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隊長第二代馬俊文 你看他的樣子 人如其名 馬那麼快 非常進朗 英俊都說的 尤其是 加上美國隊長的盾牌 正所謂人不笑 狗也廢 狗也廢 哎呀 見到這段影片是好笑的 其實沒有幾天之前我們在節目也看過 話說他本來出獄的那一天 殊不知一堆他的支持者 每個人都打開車人 對呀 隊長 出來的美國隊長 或者拿盾牌 準備打開 你想想 立即把他穿在他的手上 即是他把他的手放出來 一穿 把他穿在塑膠的盾牌上 嘩 立即 人至少高了一尺 這麼厲害 我不知道 殊不知他就沒有出獄 然後就知道 原來在23條的新例下 裡面有些條款 令到他 嘩 如果處長 即我意思是指懲教署方面 認為他是OK的 不會因為他的提早獲釋 而引起一些國家安全風險 就會給他出來 當然 給完不給 也沒有說是一定的 正所謂很簡單 對呀 我們經常說 給你就是人情 不給你就是道理 當然 其實他本來 申請了刑期扣減之後 他就OK了 因此縮變了五年 如果他真的表現OK的行為良好 可以再縮變了三年多 如果現在的話 他就有可能要蹲到 2025年的11月 才能夠重光 才能夠出來 那就慢慢坐吧 其實有什麼所謂 我也不明白 香港有法例的 現在也是跟法例做事 其實在這件事上 沒有什麼爭議 只不過是有部分人 就很失望 放不出來 對嗎 我最初也打算是這群斜人 或者黃媒 說一下就算 想不到 英國的BBC 哎呀 你有沒有再墮落一點 令人覺得你們更悲哀一點 連這一個 一看都知道 他是傻佬 這些傻佬 你都不放過 還要拿去抹黑23條 還要寫到 好像很悲哄的 我讀給大家聽 他懶得很嚴肅 整件事 他的意思是 香港23條與國安法 新條例下引號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遭他減刑 他還要寫到怎樣 大致上的意思是 說到23條頒布生效了不足一個星期 一個因為國安案件的囚犯 竟然被瘋奪了 因為行為良好 扣減刑期的法定待遇 提前獲釋做到撤銷 寫到好像很可怕 接著再說 看到特首在星期二行政會議前 還說他間接證實這件事 還說不獲得減刑 從今以後就會成為一般做法 那就好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爭議 我真的不明白 當然 就是看看哪一個人 對於這個叫做一般做法 這個似乎BBC那方面 就叫做曲解了這件事 很賤格 接著再說下去 就說短短幾天就搞成這樣 令人深感擔憂 接著又再借意 引述一些什麼差事組織 那些叫什麼 惡世特謝組織 那些好像吃了卸藥 亂吹 意思就是這個組織再次促情 香港當局要廢除這些國安條例 我們整個報道和香港媒體差不多 他用手法的寫作 一旦先聲奪人 說到23條生效之後 整個環境都不同了 本來可以提早獲釋 那些因為行為良好 又或者他們覺得 都沒有傳出 美國隊長第二代在裡面搞什麼 理論上應該也叫做行為良好 為什麼不讓他提早獲釋 整個上文下理我們剛才也提過 其實不讓他擔心這個傻佬 如果不讓他擔心這個傻佬 如果比我 我是處長 都知道那些傻佬 甚至乎這個人很容易被人煽動 待會他出來後 又想著自己是美國隊長第二代 傳說又會再現 待會又瘋了 那就麻煩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而不讓他提早出來 這個可能性 如果給我 我會這樣做 我也會一樣 我們看到BBC這張圖挺有趣 他挺巧妙 唐映看到什麼問題所在 拍得他很英俊 為什麼呢 如果他拍了這個馬進文 他以為自己很有型 戴著美國隊長第二代 標誌性索膠的BB盾牌 這樣的話 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人一看牛高馬大 還戴著玩具盾牌在街上走著走著 穿著港獨的衣服 一看這個人就知道他的腦筋有問題 正如我們看周星馳的《國產007》 達文西所飾演的那個 不是達文西 即使等如羅家英所飾演的那個 文西一樣 是啊 就是這樣的 他以為自己發明那些 什麼太陽能電筒 什麼十大武器 拿你命三千 他以為這些真的有用 看到嗎 最後禁槍的人就說 你這個瘋子 不死也沒用 然後就說 慢著慢著 砰 整隻手都沒有了 十什麼鬼大 拿你命三千 其實這個低能仔 是一樣的 拿著盾牌 以為自己是美國隊長第二代 可以叫到很多人出來 可以以一滴萬 其實你一個人都叫不出來 是不是 只有你自己的傻佬 站在商場叫港獨 你一看就知道 如果這些傻子 拿著一個交盾牌 都能夠叫做香港獨立 或者令香港獨立有希望 相信他就很傻 這個BBC就和他瘋 現在就是這樣 我真的不明白 BBC呢 現在真的 還做得便宜那些小報 他是把一些很搞笑的東西 說到鬼那麼正經 好像是層層一樣 但其實是 如果想心一層 你看一下他的文章 寫得好像很正常 但是整件事都是一壇笑話 還有 你這樣做 某個程度上 也都鼓勵到這些人 尤其是好像這些精神 有些偏差的人 喂 現在他還在蹲牢 還沒看到他這篇新聞 將來出來 可以上網看一看 咦 BBC有登過我的照片 他可能會覺得很興奮 到時快點去英國 尋求政治庇護 黑衣 這些隊長 英國很需要你 過去幫忙 是不是 因此笑爆嘴 我們看到整件事 政府的發言人 都很快就出來說這件事 最搞笑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說到 如果現在不能讓他提早獲釋 即是覺得這些一樓都有 突然間這個人 23條之後就沒有了 是不是叫做變相家營 老實 給你就給你 不給你就不給你 剛才也說了 給你的人情 不給你就盜你 你吵什麼 你等於這樣 那間酒樓 你去吃開 就有糖水送的 如果有一天 你去到 不好意思 台洋哥 今晚的糖水 不太行 我們就不想送了 所以今晚就沒有了 不好意思 沒有了 可能你再問 水果盆有沒有 都不好意思 都沒有水果盆 都沒有 那你是不是可以說 這間酒樓又沒有糖水 平時你送給我的 那你今晚沒有的話 你是不是叫做變相加多價 或者叫做騙了我的糖水 又不可以這麼說 送就是 送不一定是包包的 有的就送 沒有就不送 就是我的理解 你當然是這樣的 是啊 又或者你 台洋哥 你被我發現 原來你在網響編輯部 唱衰我們酒樓 還是怎樣 那我就不給你 經常說什麼 香港生意不好 那我就不給你 其實給你的人情 不給你的道理 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道理 原則很近似 好了 因此就看到 你說什麼觀感不好 又說這樣那樣 那些 就像迪志遠那些 什麼觀不觀感 他出來的觀感又很好嗎 對吧 讓他在裡面蹲下 還要養著他 這個人 所以現在看到 政府方面的發言人 其實說得挺好的 我們補充 無論在落實基本法23條 生效前和後 原來囚犯從來都沒有必然的權利獲得提早釋放 說得好 對 處長的職責就是嚴格執行法庭 每一個囚犯他們所判處的監禁刑究竟是怎樣 任何准與囚犯提早獲釋的著情權 必須根據法律規定去行使 所以特首所說的叫做一般做法 似乎他的意思是說這種為之叫做一般做法 但是這個BBC曲解成為 日後如果像馬俊文美國隊長2.0這個人 就是一般的做法 所有和國安有關的 例如將來的47人初選案 本來楊岳橋、毛孟靜等可以提早出來 刑期扣減之類 為何到時出不來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總之政府的犯言都說過了 以前曾經發生因為犯了危害國家安全罪 而被定罪的囚犯 在提早獲釋的監管期間 潛逃或繼續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行為 都有過這樣的發生 所以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公眾 必須了解清楚這些人提早獲釋 所以要更嚴格的限制 代表什麼呢 是你們過往的 正所謂前人種樹 後人就可以成梁 你們那些政壇色役仔 那些什麼 中漢林那些 雪鬼了去英國 那些 你又不是成梁 那棵樹下 你斬了一棵樹 前人斬樹 沒錯 那你現在就浪費了 美國隊長2.0 是不是 太多這些人了 你想想想想 又是 例如還有那些傑斯 當然傑斯 他還了那筆帳 法庭叫他顏色錢 要還錢才可以離開 否則會拘捕你 不知道他哪裏有符筆帳 他還給他加拿大 我不知道什麼形式 留在加拿大 然後又發炮 說一些誣衊特區政府 丹丹打打 或者一些擦邊球的事情 或者可能已經做了一些 違反了國安法的行為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人 你不要問為什麼 你問問你的同路人做過什麼 會不會好些呢 這個是的 所謂什麼同路人 你看到是多麼惡劣 有些是 就算是蹲完監出回來 都死性不改 很自然以後 跟著 類似跟這些事件有關的犯人 收緊些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們出來的 即是提早獲釋 例如那些什麼 羊村那時候那些人 即是煽動那些 因為這樣 其實已經是 他們有的 只不過你們這一群的前人 不是斬樹 而是在放火 燒了整個森林 現在搞成這樣 再加上這個瘋子 你也知道他做事沒有抱 當你在BBC看到這張圖 一個傻佬 戴著盾牌 以為自己真的是美國隊長 不要傻了 你還要戴一個玩具 即是小朋友玩的 你給一個小孩子 可能只有幾歲大的 他戴上去的比例便可以了 即是這裏 他戴上去的那個 我想 嘩 連個薄餅大批都沒有 那尺寸 哎呀 豐豬又搞什麼 不過很壞 你看到這個人 本身也有點弱 但為何還這麼大膽呢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他身邊有不少的人 不停鼓勵他 慫恿他去做 再加上他本身的判斷能力 沒有正常人那麼好 所以才繼續那麼瘋 正常人也不會拿著那個盾牌 就當自己是美國隊長2.0 我們都說過了 即是當有人叫他接棒做美國隊長2.0 然後送了這個玩具塑膠盾牌給他 他拿上去的時候還很忐忑 即是覺得這個責任太沉重 你是不是低能的 是不是 這個想法 這些人再加上那些什麼港獨 已經是一個社會上的隱患 如果給了我 如果我是無法無天的一個特首 這些人放了監後 給我立即直送去青山做院友 以後不要放出來 這些是危害社會安全的垃圾 有時候你說 嘩 是不是這樣的語氣 是不是要不給他機會 最慘的是 剛才台湯說到那個點 是他身邊太多人慫恿他做了什麼事 是呀 這些才是最惹人憎的 有很多人很喜歡利用這些 可能精神有少少問題 智力有少少問題的人 繼續做一些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做什麼的 其實是 嚴格來說 我不認為他很清楚自己做什麼 他真的以為自己做了美國隊長也未定 這樣的人 我覺得是挺可憐的 是挺可憐的 但是最可恨的就是 後面慫恿他的人 那些人渣是沒有被制裁的 正所謂就叫做殺君馬者杜龐兒 還有其實也是這個道理 張學有所飾演的烏鷹 即是烏鷹過了 寧願做一日英雄 都比做一世烏鷹 原來自己攬著這個塑膠盾牌 真的會有人叫做美國隊長2.0 整輩人都被呼呼喝喝 都是被罵他傻子 他竟然變成了美國隊長2.0 威威吃雞 當然是什麼 還有剛才提到的一個字眼 就是叫做利用 所以現在這個BBC相當之惡劣 利用這些所謂國際特赦藥的組織 那些發言人 就去跟BBC說不說密 又說什麼 令人心感憂慮之餘 可謂叫做不祥之笑 神棍你也做了 這個BBC真是墮落到爆炸 大家怎麼看 不妨一起留言說 我覺得這次特區政府的發言人 相關方面真的回應得挺不錯 好 我們今次先說到這裡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